第12题将标示为110伏特800瓦的两个电锅串联 连接在110伏特的电源 一个电锅消耗的电功率为多少瓦特 这个我们可能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比的方法知道答案 也可以比较认真努力的好好的算出来 我们会用认真努力好好算出来的帮各位讲解 那么因为我们的电锅是串联在110伏特的电源上 所以每个电锅就没有再有110伏特的电压 所以它的功率就会发生改变 但是根据我们的公式P等于V平方除以R 当初我们接在110伏特的电压上的时候 我们的功率是800瓦 所以算出来我们的电锅就是110乘以110除以800 这个消掉两个零之后这边上面是121 那底下是8 所以我们电锅就是8分之121欧姆 那么因为我们都假设我们的电器都遵守欧姆定律 所以不论电压多少我们的电阻呢都不会改变 当我们这两个电锅串联的时候呢 总电阻呢就是分电阻相加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接在呢根据公式V等于R 那我们接在110伏特的电压上 那我们的总电流不知道 而总电阻呢就是两个 1百8分之121呢相加所以呢就乘以2 所以呢这里我们的总电流呢就是110乘以8 除以121乘以2这个8跟2消掉变成4这里消掉11变成10这里变成11 所以就变成11分之40安培 所以呢我们的总电流呢就是11分之40安培 那因为我们的电锅是串联总电流等于分电流 所以呢每个电锅的电流也是11分之40安培 那么根据我们的电功率公式呢 PE等于I平方乘以R 那我们听过的电流呢是11分之40安培 那么要平方所以有两个 那我们的电阻前面你知道呢 是8分之121 8分之121 所以消消的这边是12140乘以40 这里是121分除以8 121跟121消掉 8跟4消掉变成5 5乘以40是200瓦 所以呢我们现在每个电锅的功率呢是200瓦 第12题问我们说一个电锅消耗的电功率为多少瓦特 我们答案选的是书200